正常來說,香港的樓宇成為國際新聞,香港的樓宇貴到成為國際新聞 甚至最近大家有看英國的報道,他反問一個問號 他是買一層樓,為何有人買90呎?單位只有90呎 是的,比我的貨倉還小,他不是用貨倉來形容 比我的車,比我的車位,一個車位是135呎 是的,比一個車位還小,但也要幾百萬 為何香港人會買一個單位,他不是一間房間 是一個單位,一開門是一個單位,90呎 這樣就為之一間屋,一個單位,一個住宅 小過一個車位,香港人住得真的擠迫,買一個單位是小過一個車位 這樣來形容,有些人看到你很震撼 我們小時候,我記得看日本風情畫 說日本人住東京很辛苦,要住藥圓房 我記得藥圓房新聞,當時你們記得藥圓房新聞嗎? 記得 即是一個太空館那些太空倉 爬入梯,睡完後有電視什麼東西都有,睡在那裡享受的所有東西都是 然後爬出去便洗澡 現在好像香港都有,有類似這些太空倉租出來 以前就是龍屋,我還記得當年廖啟智拍了一套很震撼人心的龍文 他們就是住在那裡 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你們在天堂屋裡 你們有沒有上過去看? 沒有,我見過 我有 我有 你有上過去,我也有 我上過去 其實拍那套龍文裡面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就會見到那些真的很低收入的在那裡住 如果這些這麼熱的天時的話 你剛才想到是不會有人在那裡 因為他們是只可以去到商場那裡偷些冷氣來享受 你不可能可以在那裡逗留多個十分鐘 是臭的,那些樓梯是黑的 進去的就是一格一格的床 我們小時候是一格床這樣的尺寸 你會見到他們會用很多的布簾是會拉起來的 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 睡也在裡面,衣服也在裡面 飯煲,什麼都一樣 他們通常都會有一個公共的地方 你吃東西就在那裡 廚房是共用的,廁所是共用的 還有廁所永遠都是濕濕濕濕濕的 流水,髒濕濕的 可能一間的單位的話 應該可以住到幾十人 每一個床位就是有一個籠罩 每一個人只可以有一個床位 我上次去拍攝,跟他們聊天 我問了一個很傻,我覺得自己很傻的問題 但當時我不理解,人是會有無知的 我當時覺得自己是無知的 不應該問這個問題 那些農屋,就是三層的 當我們輪架床再升一層 輪架床這麼大,剛剛就是一間屋 一個輪架床就是一個單位 你用一個輪架床計算 那些輪架床是特別的 底下那層是貴一點的 貼地那層是貴一點的 要爬上去那層是便宜的 再頂一點那層是便宜的 再便宜一點 不方便 因為不方便,你要爬上去 第二,當時我問了一個 我跟一個叔叔聊天 我說你這個農屋不通風 其實你如果把那些鐵絲網的格子 做闊一點,那就通風一點 因為那些格子很密 就像我們宵夜食 直接是宵夜食的那個大小 就是宵夜食的那個大小 就是宵夜食的那個大小 很小的格子 因為我坐進去之後 我無法呼吸 你知道我的氣管已經有些問題了 其實因為他們剛剛的一個籠 就好像有一個鎖這樣 它開了門之後 然後自己進去之後 鎖上自己的門 拉上一些臉 但是很焗的 很辛苦的 夏天的下午是火爐 是的 是無法呼吸的 然後我就說 爸爸 我說你為什麼不把那些鐵絲網的洞大一點 就可以通風一點 他說你以為我住豪宅嗎 他真的這樣回答我 他說你知不知道這裡三山五岳 洞這麼大被人勾走了 偷東西 偷東西 不過有什麼被人偷呢 有什麼都好 可能電法煲都可以跟你偷一個 偷領牙刷 偷領牙刷 什麼都偷 然後他說 那些洞這麼大 東西退出來 還可以 回來就沒有了 那些東西 你以為這裡住什麼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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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意思 你這個問題 他覺得是多餘 還被罵 是呀 你真的這個問題 我頭頭覺得 通風你會透氣 但我沒有想過 原來他們浪費了 東西都被人偷了 對呀 因為你也想著他難聽說 都窮到這個地步 還怕有什麼會被人偷呢 就是我們的心態 就會覺得是這樣 對家那些都窮 他偷你一枝牙刷也好 偷你一瓶水也好 偷你一瓶牙刷也好 偷你一罐五餐肉 偷你一罐牙刷也好 偷你一罐牙刷也不用買 我倆刷完再放回去 神不知鬼 共用牙刷 所以香港這個住屋問題 很嚴重 這頭是很嚴重 因為外國的傳媒 會覺得他們很震撼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香港人為何可以這樣生活 又說什麼Number one城市 Number one城市有這些東西 為何你們要迷你倉 為何你們香港人要迷你倉 為何要迷你倉 他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對呀 我曾經跟一個外國住屋那些 他說為何你們都不吃 因為他不是太懂中文的 他有一次跟我說 他說你們香港人這麼喜歡 有些黑黑黑黑黑的人出來 叫你們把東西放在工廠裡 那個全倉那裡 為何那麼喜歡 他說你們香港人很喜歡 把東西放在一個倉裡嗎 對呀 你們很多東西嗎 我們香港應該很小 其實是把那些所有東西搬進去 才能夠住 外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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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會有這樣的倉 給你擺東西 也有 但就沒有我們香港這麼盛浪盛事 我想翻譯不會很好 他們自己擺在地牢 其實他們擺在地牢 因為我看過有一個很無聊的電視節目 就是他們去那些地方爆倉 例如有一段時間很長的時間 主人都不來拿 有一群人會去拍賣他們這些倉 他沒有開門的 不知道裡面的倉有什麼 很可能你裡面會找到一些古董 很可能裡面只是公仔 就看看你自己好不好 那一群人就會去拍賣 好像說A號倉我要 用多少錢的價錢 像福袋一樣 沒錯 一百元美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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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這樣你就會爆他的倉 有些會因為這樣 就拿裡面的東西去賣 看看你有沒有幸運 有時候有些就是 爆了之後裡面有些古董 拿給一些古董鑑證 原來他只不過成本是這個倉 裡面所有的東西是一百元美金 最後就是賺很多錢 裡面有些爆的東西 可能那些倉已經走了 那些倉已經走了 如果你選擇 因為這個新聞很有趣 我覺得大家要學習 如果選擇房子 香港的什麼樓盤 你們選擇房子 不要計價錢 你們會選擇喜歡住的大廈的高 還是中層還是低 通常香港人會選擇高 越高的樓層 樓價越貴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說 哎呀糟了 如果沒有升降機 那時候怎麼辦 是否住低層會好些 有時候你會想 沒有升降機 當然是住二三樓 一二樓是最好的 如果給我選擇 我想我都會選擇高 即是選擇高 都會選擇高 因為低會吵 但你們不怕有頭暈 衛高 看著玻璃上 你看看你是否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住這麼高 就有這麼大的露台 當然有些畏高 我自己真的不能住高 太高 你住中層你會選擇 我住地下 你也寧願選一二樓二三樓 那些嗎 我喜歡 為什麼 因為我不太喜歡坐升降機 我自己一個問題 我不太喜歡坐升降機 我以前住的大廈 我都住一樓 你也選擇一樓 我走樓梯 我覺得很吵 一樓會比較吵 你一定沒有景 大廈 對著別人的大廈 但如果你高一點 有機會 感覺上你比較開洋 一樓是不太開洋 但我喜歡走樓梯的感覺 一樓 但我不是很喜歡坐升降機 我沒所謂 我住二樓我都坐升降機 我很喜歡坐升降機 我住二樓我都坐升降機 所以沒所謂 我不是說住很多大廈 我住過最頂 我也住過最一樓 但如果你問我自己 我比較喜歡住一樓 那為什麼不選中層呢 不喜歡 進行攻退可守 我一是住最頂 就是住最底 它是比較極端的 中層就有點高不成低不就 他不喜歡這種感覺 他有一天衰到貼地 好到最頂 他的性格是這樣的 合法很分明 他打得很開的 運軟都不會這樣 在中間那裏 現在我就更加 最好就是車到門口 走進去開門就已經到了 那這個有誰不喜歡 是是是 你問誰不喜歡 是是是是 絕對 所以我就問了 地球上面 原來有一個地方 越高的樓是沒有人買的 是刺的 便宜了也沒有人要的 那應該是他們的天氣環境 因為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們不適應 他們是畏高嗎 真的 原來所有都畏高 沒有人住頂的 這麼可愛 真的要在那裏買才行 是刺的 一開樓盤 開樓盤賣 一樓二樓 住四樓 不買就走了 四樓已經說畏高 是啊四樓就害怕了 那樓就不會起得很高 平均十五樓 十五樓 四樓下面那些買完 四樓樓上那些全部沒有人買 還要是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送多些東西都沒有人買 給我去買 我們的外來人好 有好處 是不是因為 他的升降機只有四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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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了這則新聞 我就想起我以前小學的同學 是真的 原來有人是不住得高的 會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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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有個彈家妹同學 叫李金妹 李金妹李銀妹是我的彈家妹朋友 我也有彈家人朋友 然後他們就在油麻地避風塘上岸 上岸就讓他們去前面那座大廈 就是剛剛果欄對面那裡 全部讓他們住 是上樓的 是上樓的 是政府給他們 給他們上樓的 他們排到上樓 他們很不開心 他們拿不到下面那一層 死都不上樓 他們要住六樓 他們不肯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說上樓好像不穩陣 因為他們貼開地 他們整隻腳是踩到的 是 踩開地面的 不是的 他們覺得跟海的距離太遠了 他們不是很習慣 高過水平線 他覺得很不踏實 對 高過水平線 高過水平線 有了 船已經賣光了 即是不能下樓的避風塘 沒有啊 他婆婆和阿麻苓 已經拿了一隻腳 去下面公園睡 這麼嚴重 他覺得 貼在水平線 他的頭暈不頭暈 很難說 很奇怪 人家出生 可能就在艇上 跟那條水平線是一樣的 突然升上去 你又試一下 如果一些不習慣 頭頭 我們小時候 你不要說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在水平線 地面生活開 即是那條線的生活開 他不習慣升上去 我們頭頭 你坐過摩天輪 我們最先去荔園也好 你都覺得 好像 周身不自在 好像來一來 真的會來一來 真的會來一來 他這個高度好像 怕一怕 為什麼會 你們住得高 太高我真的害怕 我們有一次去那個很有錢的朋友 他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 我走到他的露台 其實我都腳軟 你想想看 你都看上去 全部都看了 大廈中 全個中環 我都在家裡 很害怕 沒有東西 看下面 很害怕 是嗎 腳會震 太高了 原來真的有人 是不住得高的 是我們城市人習慣了 而哪裏不習慣呢 高的樓是沒有人買的 原來是十幾層而已 四樓樓上的沒有人買的 四樓而已 四樓以上而已 你不是說北韓嗎 還是怎樣 逼不突然 為什麼你買四樓 因為窮 沒有辦法 窮的嘛 沒有錢 買的便宜一點 再便宜一點 越高越便宜 你真的不知道 原來地球上 每天都有新聞廳 每天都有東西學 原來非洲 十幾層樓 頂那些是沒有人買的 哎呀 非洲又慣了 貼了地 是啊 慣了 他們自開陸地 他們不習慣上去上面 平屋 油房 不習慣大廈 因為現在非洲發展得很好 尤其是埃塞俄比亞 他們已經開始建了十幾層的樓 他們說奇蹟就出現了 很有趣 他們建了很多深圳樓 他們是中國幫他們建的 很多 一色一樣 跟深圳那些什麼圓 那些是一樣的 絕對是 那些一帶一路的那些 是嗎 一帶一路幫他們建了 他們有個地球上面 最奇怪的 四樓樓上沒有人買 四樓上面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 當然沒有人住上面 便宜很多 一半價錢 沒有人買的 他們說他們不習慣升上去這麼高 很害怕 跟天主很接近 那就不要建這麼高 十幾層不是很高 十幾層 但對於他們來說是高 很高的 高於長頸樓 他們說高於長頸樓就很高 他也對 高於長頸樓 如果建五層就等於一些唐樓那些 唐樓那些 唐樓五層 五層 最多六樓 六樓都未必有人用 全都是建唐樓方式的 為什麽呢 非洲的國家 特別是埃塞俄比亞 這二十年以來 原來很多地方已經建了很多高速公路 很多鐵路 很多東西 摩天大廈已經建了 但是最震撼的是 摩天大廈那些 就是上面那些 他們是沒有人上班的 很害怕的 第二就是那些樓宇 建的那些 四樓以上是沒有人買的 那些人很害怕 他說不行的 很害怕 怎可以住這麽高的 很恐怖 沒有人買在樓上的 最好是一樓 最好是地下 給我住 四樓是最盡的 四樓以上的 是沒有人要的 千多個買家欠一樓 一樓才是最值錢的 在香港一樓才是最值錢的 很難理解 很難理解 所以地球 地球永遠有十分 我們要學習 我想又要領略到他們 他們這二十年的轉變 他們真的住在地上 等於我剛才說 李金妹一家 他們真的不習慣上去 他們上去上面 還要升得這麽高 他們很害怕 他們還要坐升降機 他們心都很震 是啊 他們說我又不坐升降機 他們有升降機 他們繼續走 走得太高 又真的太辛苦 是啊 所以我又不想下來 他們永遠覺得升降機是會停的 升降機是會停的 不是啊 就是運升降機 啊 擔心有什麽升降機的意外 是啊 他們文化突然開放了 其實他信不過升降機 他怕升降機到一半 掉了下去 即是他都會害怕 香港都會有 日久失收 那些是會這樣 加上香港有這些新聞 更加會令到他恐慌 所以他們沒有想過 你們為什麽中國人 又或者世界各地的人 會願意住得這麽高 他喊錯愣比亞人 是從來都不會的 他們很擔心 他們買樓的文化差異 真的猜不到 一般來說 越低層的單位就越貴 越高層就越便宜 因為高層反而是沒有人買的 最好頂樓你們買光 是沒有人要的 如果我們去買樓便正 那些人就說 頂樓風景很好 對於非洲人來說 他到處都是風景好 一樓風景都很好 一樓風景都很好 都是一樣 是嗎 他不用買這麽高 你上面看下來還是平線 所以他的風景一向都很好 你開了什麽高速公路 給他浪費氣 他說我走都比你快 我也是跑 你叫我坐車我寧願跑 我寧願赤腳 他的高速公路不是給他們用的 是給我們中國人運貨 一帶一路 叫你帶著貨去人家老到上路 所以這次這個特輯裏 想不到是埃塞俄比亞 裡面已經發展得很好 但是高樓大廈裏 凡是低層先人買 高層他們未習慣到 也不會住高樓 高樓不是人住的 高樓是動物住的 他們不會住的 來源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報道